回到台湾 民众可能很希望交通部好好查一查 因为很多驾驶讲到远通就一肚子气 又是系统出包 又是重复扣款 交通部长叶匡时提出要远通加倍奉还 远通今天也回应会实施加倍奉还 就是多赔一倍的钱 表达歉意 多扣或扣错的门价收费金额将会无条件的进位 补出值还给用路人之后 并且再加一倍补偿 一改先前的强硬态度 远通承诺赔偿 被重复扣款的用路人 举例来说 如果用路人被多扣2.5元 无条件进位3块钱 远通则会补你6块钱 如果是一态用户 就会直接把钱存进账户内 如果不是远通电售的用户 那么下次就可以用这笔钱抵消应该缴的金额 试用期限从1月2号开始到12月31号为止 先用一年为期 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子的错账 在未来可以越来越少 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通则 所以我们在透过一年的机制建立之后 来看看消费者对于远通电售这一套 补偿机制的一个信心度 基层收费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8000万笔交易 其中需要补偿的交易比数有121笔 远通低调表示 这些补偿金额不到1万元 不过民众似乎觉得诚意还不够 我比如他多扣我5块 我为了5块钱我去花一两个钟头 哪里够啊 最少要给我10倍以上的赔偿 20倍都应该 剩下100多块 100多块我隔天去全家问 我没有跑道 没有上高速公路 说剩5块钱 如果对于零星的错账 用路人有疑意或者是远通电收主动发现的话 也会透过这一套偿还机制 去对用路人建立一个服务品质的信心 交通不转叶框时要远通加倍奉还 远通这次听到了 不过未来还会不会再出包 整个收费系统的稳定性 才是远通最应该要面对的挑战 雨天TV 水智杨阳青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